朋友们好 继续说过时 我们上一节说 周恩来 历数刘少奇的错误 那么数到了私情运动 说完了私情运动刘少奇的错误之后 周恩来说 周恩来就总结了 周恩来说 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做总结了 总之 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 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 最严厉的是1964年到1965年 私情运动中间制定23条的那一次 那一次 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 经过20年的帮助 扶不起来 这几乎就等于给刘少奇做了政治结论 什么呢 毛主席培养了20年 这个刘少奇 帮助他 培养他 20年 最后证明刘少奇这人 烂泥浮上去 毛主席对刘少奇 接近失望到1965年的时候 这是周恩来的说法 事实上是这样子 到64年的年底 那不是这个 关于四星运动的性质 在中央政务区扩大会议上 任二席不就公开跟毛主席唱反调吗 毛主席几次要发言 讲着讲着 其实中间几次毛主席打断 甚至 毛主席也指责四星运动 大兵团作战 扎根串联等等这些个烂招 说到这些的时候 那就说到了 这个王光美 这个桃源经验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本身 就是说到了刘少奇的疼处的时候 刘少奇当场就顶撞毛主席 后来呢 这个政务扩大会议 包括各大中央局的书记 什么都参加的会 大家都傻了 说他说这刘少奇该顶毛主席 就当我们面子就这么找 后来呢 这个这个会议散了之后 这大家都不都不让了 都不答应了 最后 周恩来 彭真 贺龙 他们三个人代表中央 找刘少奇谈了一次话 然后就说 中央的意见 希望少奇同志 你能够 给毛主席 承认个错误 你得到毛主席去检讨检讨 那就是不可收了 那就是不是说 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关系 可不可收的问题 这是次样的 一般人可能看来觉得 和毛刘关系好像不好 不是的 不是的 这个 刘少奇后来不说吗 刘少奇说 跟毛主席检讨吗 说这个 哎呀 我上次开会对主席不太尊重 毛主席当时就一点面子都没给的 毛主席直言不讳 毛主席说根本不是什么给不给面子的问题 根本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 毛主席说 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是走 修正 这种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 这是搞这个这个这个修正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一下子毛主席就把这个问题拔高到这种程度 或者说毛主席直指问题的核心与根本 那你想 这就是主义之争了 主义之争什么 那就不可调和了 就不调和了 所以 周恩来说毛主席对刘二七到六五月四星运动结束的时候 对毛主席对刘二七接近失望了 我觉得不是接近失望了 你确定失望了 毛主席对他就彻底绝望了 可以说 像66年 66年10月份 毛主席在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主席不说吗 毛主席说 退休二线有意大权旁落 是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 其意在表明 什么 毛主席说这话的意思 要表明什么 他表明的意思就是说 刘二七不堪造就 辜负了毛主席 也辜负了全党 对他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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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栽培 对他的支持 是不是啊 啊 所以后来呢 大家都知道 到六五年的时候 发布中央 不就 下面就有动静 开始传着呢 是不是啊 这个王家祥 这个王家祥的媳妇 朱仲丽 朱仲丽那时候不就 这个有回忆吗 说六五年秋天的时候 赵恩来 是奉毛主席的这个 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意思 去看望王家祥 跟王家祥就说了 说这般人呢 可能是林彪 林远帅 或者是邓总书记了 什么意思 刘少奇到六五年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 刘少奇 基本上地位 事实上已经不在了 事实上已经不在了 以上呢 就是包括我中间给大家插一些个背景 一些个 一些个史料啊 以上就是一九六七年九一八 赵恩来 对广州军区干部会上 在广州军区干部会上 关于刘少奇问题的这样的这个这个讲话内容 事实上什么呢 事实上就等于赵恩来 已经把刘少奇的问题要公开化了 或者说刘少奇的问题要借赵恩来之口 公开化 逃注已经是死老虎了 逃注的两本书 这已经定了案了 就是这这这 已经打翻在地了 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他最大的保皇派了 他保的那个黄 谁呀 就是刘少奇 赵恩来 就这个讲话 就是这个作用 用意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那么 大家听完了这个 赵恩来说的刘少奇的这些错误 你是不是有个感觉 就是 这是刘少奇最大的错误 不是吧 是不是 咱们当初的时候 这个看历史 我们小的时候说刘少奇 叛徒内奸公贼 是不是 后来的八级十二中全会上 这个刘少奇问题的这个决议出了之后 说刘少奇最大的问题 也是历史问题 就是叛徒内奸公贼 但是我们看看 周恩来 这个六七年的这个讲话里面 从头至尾 他根本没有提判徒那奸公贼的那些个事 他说的无非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建国前后 一个是四六年内战爆发之前的时候 他和平民主新阶段 然后呢 这个四九年进城了之后呢 建国之前 这个筹备建国的时候 他上天津 跟资本家开会 跟大舅哥说你剥削有工 剥削有理 我欢迎你剥削 然后呢 反对合作化 反对合作数 什么这个 这个一直到私侵运动 说的都这些个东西 不是后来达到刘少奇的这个最大的罪名 关于这个事 1970年的时候 1970年年底 赵恩来在接见卫生部的领导班子的时候说 说过 提到过 赵恩来到70年年底的怎么说呢 说 他已经 因为大家都知道赵恩来说话肯定是准的 因为赵恩来当时是 在这之前是刘二七专案组的组长 赵恩来是专案专案委员会的主任 中央专案委员会的主任 同时他还兼着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 或者叫王国美专案组的组长 所以赵恩来当时70年年底 跟卫生部的人说什么 他说 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赵恩来说的抓刘少奇三件大事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后来刘少奇三大罪名 叛徒内奸公贼 但是你看 他70年的时候 他说刘少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但是赵恩来67年9月份的讲话里 三件大事一个都没有 这为什么 这怎么回事呢 其实67年下半年的时候 关于刘少奇的一些历史问题 陆陆续续都已经 这个人民群众们 怀眼惊惊都挖出了好多了 赵恩来那时候负责中央专案 那个时候 中央专案的总管就是这个赵恩来 所以赵恩来心知肚明 他知道刘少奇的案子进展到什么程度 他也知道刘少奇的案子都搞出哪些东西来 并且还正在挖哪些东西 但是他在这滴水没漏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还把刘少奇抛出来了 还不提根本的问题 很简单 抛砖引玉 不是啊 先给大家放风 告诉大家 下面逃出倒了 下面就可以针对刘少奇了 刘少奇的问题 就可以提上了 该街的街 该挖的挖 该批的批 抛砖引玉 向全党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信号 那么这是1967年9月18号 赵恩来这样一个讲话 应该说是拉开了接批刘少奇的大幕 或者说是什么呢 这是全面街批刘少奇的一个动员 或者说发出的一个动员令 那么67年的9月份 还有哪些大事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67年 9月份的另外一件大事 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转转意义的大事 什么呢 毛主席结束南巡了 毛主席那时候差不多吧 每年都要外出一段时间 主要是去南边 但是每年的9月下旬 9月底之前肯定要回北京 为什么呢 因为十一一般都有活动 他得上天安门呢 不上天安门还得了了 五一以前还经常 有的时候五一毛主席也要上天安门 所以每年两次 一个五一一个十一 全国人要是看不着 然后天安门上看不着毛主席的话 那国海内外舆论 那那那会做出什么样子呢 这个这个这个猜测 所以毛主席挺规律 大家知道 毛主席当初说 到武汉去 保陈载道去 六七年的七月十四号 毛主席开始南下 南巡 第一站就到了武汉 没想到武汉发生了七二零时间 所以毛主席的南巡就被中途打断 毛主席后来不是连夜就撤到了上海了 毛主席在上海一驻啊 这就两个来月长度 没有来月 一个多月 那一个多月 而到了 那这这期间啊 在这期间 毛主席事实上是在上海办公了 你包括怎么样处理七二零事件 怎么样对待这个七二零事件的这个 这个主要的资格人 陈载道 庄泰华什么这些人 然后呢 怎么样 这个平息军队的这个愤怒 怎么样 保证文化大病不失控 那你必须稳住军队 怎么样 怎么样 观察着中国的政坛的 动向 包括一些关键人物的一举一动 并且从中发现了问题 比如说 王立官方他 决策了 王冠七十件 尤其是王冠 王冠 格力审查 等等 所有这一切东西都是毛主席在上海 遥控北京 做出的一个又一个的决策 那么 就这样一个决策过去了 到了 九月十三号 一九六七年的九月十三号 毛主席启程了 从上海启程了 继续他的南巡 而目的地 是北京 他要在南方兜一圈 要走几个地方 然后呢 最后要回到北京 九月十三号 毛主席 专列 从上海 出发 第一站 到了杭州 毛主席最爱是杭州 到了杭州 那么毛主席南巡是干嘛呢 一 了解情况 第二 到当 各地 跟当地的干部谈话 临当地的领导谈话 是不是 啊 等等 那么毛主席很多重大的决策 都是在南巡的过程中做出 很多毛主席的一些个重大的决策 都是在南巡的过程中放出的风 所以那时候毛主席只要离开北京 啊 中央各大员 了解毛主席行踪的这些人 都竖着耳朵前前 随时等待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或者说 随时要从毛主席的南巡过程中的 每一个 讲话 啊 每一次讲话的内容中 要捕捉 一些毛主席的一些战略思考 啊 要捕捉一些个 这个 对他们来说 啊 那是 这个最重要的信息 哈哈哈哈 那么 在专列上 啊 毛主席到了杭州了 没下车 啊 就在专列上 中午的时候呢 就跟这个第二次军的政委南平 南平后来不是 就画到 这个 这个林彪那活里去了 跟南 跟二次军政委南平 还有空武军的政委陈立云 陈立云后来不也是林彪集团里的人吗 嗯 这都是干将 毛主席跟南平和陈立云 做了一次谈话 然后杨春武 张春桥 于律金 汪东兴 这几个大员参加 参加了毛主席的这个谈话 那么呢 从这次谈话开始 毛主席一路上几次谈话 相当之重要 决定了无产经文化大革命的 整个的进程 标志着毛主席的 无产经文化大革命战略的 新的战略部署 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新的思考 那么呢 我们把这些重要的信息 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看 当时北京 毛主席南巡 结束了之后 回到北京以后 北京就 毛主席回来了 毛主席回来之后 南巡 这次南巡 有哪些意义 毛主席在南巡中 哪些讲话 然后就有了 就有了 这个 9月25号 9月25号 清晨 全国各地的大喇叭就响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是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差不多 就向全国 向全世界 广播了 这样的一个喜讯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 这个什么 这个TFD 卡尔康里面 这个文化大革命 大事迹 他是这么记载 清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 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 特大喜讯 我们最最敬爱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 视察了华北 中南和华东地区 调查了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浙江 上海等省市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从7月份到9月份 两个月 两个多月的时间 人民日报呢 在头版头条 用珠宏大字 做了如下的报道 在全国无产机 文化大革命 空前大好形势下 我们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主席 最近一时期 视察了华北 中南和华东地区 调查了河北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浙江 上海 等省市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中央日 广电台的 和人民日报的 然后接着 这个天上地区 卡尔康 主席走遍全国 山也乐来 水也乐 毛主席 视察文化大革命的喜讯 向一声春雷 震撼着祖国万里山河 极大的鼓舞了 全国亿万革命群众 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 红一兵小将 广大革命群众 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 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无限热爱 无限信仰 无限忠诚 无限崇拜的心情 纷纷举行盛大集会 游行和各种庆祝活动 最最热烈的欢呼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空前大好的形势 欢呼无产基金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 取得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在视察中 身体非常健康 精力充沛 每天工作时间很长 接见了很多同志 对文化大革命 做了深入的调查 做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都做了哪些指示呢 这个他这个天上地板卡在窗里头 这个 摘引了几段重要的东西 说对当前的形势 主席说 现在全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七八九这三个月 全国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的发展 并指出大好形势的主要表现 一方面是已有七个省市 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有八个省建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 在新年前还可以解决十个省市 这样到年底 全国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了 另一方面 群众广泛的发动起来了 不仅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发动起来了 连一家中男女老幼也热烈的开展辩论 主席对干部问题很关心 一再指示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 缩小打击面 这都是很重要的 要举办学习班 不但干部要学习 红一兵小将也要学习 主席还讲了上下级的关系 指示领导同志要接触群众 不要有架子 要把上下级关系搞好 主席还做了要斗司批修 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指示 毛主席指出 要进一步大力促进大联合的指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视察时所做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 是马克思雷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 是一年多来 无产积极文化大革命最科学 最完整 最精辟 最透彻的总结 是指引全党 全军 奋勇前进的灯塔 是保证无产积极文化大革命 取得彻底胜利的 最新 最强大的 思想武装 然后呢 这个后来啊 就是后来中央就发了毛主席讲话的这样的这个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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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那么毛主席在这个 九月十三号离开上海 回到北京这一路上 在各地和当地的干部们都做了哪些谈话呢 有哪些讲话呢 我说这都是 标志性的事件 和标志着毛主席 无产积极文化大革命 新的战略部署 和新的战略思考 我们下次 我们通过联谱的记载和结合其他的史料 我们分享给大家 谢谢